一人谢安琪、麦俊龙9月4日一起现身香港铜锣湾出席潮流品牌开幕里 活动上谢安琪大赞麦俊龙幽默 更随即帮他起了个外号叫幽默俊龙 之后更笑得停不下来 看到两人合作无间 如今又是员工跟老板的关系 相信默契一定非常好 麦俊龙更透露每次和谢安琪一起工作时 都能感受到他不一样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已经跟以前很不同 我觉得从当然我们当歌手 在音乐风格上面已经很不一样 然后就对啊 其实跟他合作每一天都会想 我觉得很愉快 其实大家没有看到他比较幽默的一面 就平常都看到他比较冷冷的 我也觉得两面都是他 那可是可能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很长 那所以能够体验他另外一面也蛮多 所以他在我心目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幽默的形象 有的时候他没有说过很多 可能就一点点东西都让我笑得很 很夸张这样 另外谢安琪和麦俊龙还表示 最近会合作推出合集 当中除了有各自的歌曲外 还有两人的合唱曲 这次分别饰演董哲及普敏星 用音乐来串联 去演绎一个缠绕一生的爱情故事 那除了新专辑之外 是不是也在忙着筹备将在11月举行的音乐会呀 话说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呢 我们的音乐会现在就是仇逼当中 就是跟制作单会呀 一起在协调各样的东西 歌单啊然后排练呢 这些东西都在进行当中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